文康广宁近日已宣布怀孕喜讯 的张新义现身某国际电影节 身着黑白阔腿裤套装的他仍然非常美丽 只是可以看出怀孕之后的二姐丰满不少 双颊巴都出来了 网友们纷纷感叹 这才是真的怀孕吗 近日 二姐在微博上晒出宝宝的臂超照 并在中间画了一个小猪佩提 这波操作可能一直自己怀的是一个猪宝宝 也有可能是仿照网络上奥特曼被超照的 这一波搞笑的操作 引得网友纷纷转发祝福 果然二姐连宣布怀孕都这么清新脱俗 二姐现在和袁先生岁月静好 幸福美满 除了成功怀上宝宝之外 两人日常就是在微博发对方的搞笑照 酷对可以说是非常甜蜜了 当有人质疑二姐掌容时 袁先生还亲自回复力挺爱妻 可以说是一个很贴心的好男人了 二姐宣布怀孕之后 还特意去参加了华晨宇的演唱会 而且华晨宇还亲自为宝宝做一首歌 并笑成自己的粉丝都是宝宝又妈 也是很幸福了 但是小编知道 二姐得到今天的幸福其实并不容易 二姐曾经在接受访问时说 她年轻的时候不计后果 得做过很多措施 虽然她不后悔 但是结果并不那么好 二姐使的这些就是自己的两段感情经历 当年二姐还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大学生时 参与了一部电视剧的拍摄 这是她踏入演艺圈的第一部作品 也让她认识了一个生命里很重要的男人 她就是王志飞 王志飞是一个老戏骨 看到初出茅庐带着青色气息的二姐 自然是经常教导她如何演戏 当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女 特上一个年长自己16岁的成熟的男人 二姐自然也抵挡不住她的魅力 后来两个人就在一起了 此时的王志飞还有家世 有妻子有儿子 但是她也全然不顾 就一头扎进了和二姐的爱情中 之后王志飞为二姐提供了很多的资源 包括让她成名的北爱 二姐也实施秀出和王志飞的恩爱 比如大雪天为王志飞亲送自己的礼物等 但是可能因为年龄差距 也可能是因为外界的压力 王志飞虽然为了二姐离了婚 但是两人最后还是以分手告终 对此 王志飞伤心欲绝 一向在演艺圈 以敬业著称的王志飞 竟然向剧组请假 两个半月来疗欲欣赏 看来真的伤很深了 之后二姐又遇到了导演杨树鹏 杨树鹏拍电影有着强烈的个人印记 但是本人的颜值就不敢恭维了 所以他们俩宣布婚讯的时候 大家都觉得杨树鹏配不上二姐 两人的结婚是闪婚 两人的离婚也是闪离 在一年之后杨树鹏就在微博上宣布两人离婚 据猜测 两人离婚的原因可能是聚少离多 听说他们俩常常打电话都邀约时间 杨树鹏将自己更多的精力都放在了事业上 引得两人感情逐渐淡薄 两人离婚时都互发声明 写的内容都很温暖平和 包括珍惜曾经在一起的一切 记住所有爱过的美好的 这些话让吃瓜群众 觉得两人是好就好散和平分手 大有一别两宽 各生欢喜之态 但是紧接着杨树鹏就发博说 你让我可信 这波反转也让吃瓜群众始料不及 刚才还指手相探了眼 现在就翻脸了 也有热心网友揣测 是因为袁洪的插足 所以让杨树鹏如此愤怒 但是通过推算二姐和袁先生在一起的时间 发现是在二姐离婚几个月之后 所以不存在插足艺术 不管怎么样 这些东西就发现了很多东西